遠景獲報 街頭打架 大批警力 迅鑼圍捕 快打警力 團團包圍 賀令嫌犯下車 一個劍步上前 把惡煞通通 壓制傷靠 混亂場景發生在4號凌晨3點多 嫌犯和被害男子相約在西北市板橋借錢 一言不合 爆發衝突 還在街頭追逐 張信竹賢日前向地下錢莊 借高利貸 還不出錢 轉而向成信被害人借貸34萬 沒想到他拒簽本票 還朝對方噴辣椒水 嚇得債主趕緊報案 警匪追逐將近兩公里 逮捕四名嫌犯 還在車上搜出瓦斯槍開山刀 顯然早有預謀 男子稱因借貸關係 拿現金交付給張男及淋女 張男取得現金後 卻對成男噴灑辣椒水 男子好心借錢 卻被嫌犯趁襲攻擊 車上更被搜出違禁品 續後依照傷害 詐欺等罪 依法送辦 記者經維中 楊中盛 CFM報導